全球十个颠覆认知的基品种 它们如同自然界中跃动的魔法 羽毛之旧的梦幻画卷 挑战着我们对家禽的一切常规思维 这些活着的奇迹 不仅是进化的诗篇 更是散播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流动艺术展览 每一支都披挂着令人无法一目的华丽与长 仿佛自天地间绽放的绚烂花朵 它们的存在 为大地添上一抹超现实的光辉 无论是在宁静乡村的晨曦里 还是在繁华都市的异域 都演绎着一曲曲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交响乐 另外 还没加入咱们队伍的朋友 赶紧点击关注海量网期猛料等你解锁 现在 就让只有奇妙之眼 携手大家一同探秘这些羽毛间的进化奇迹 挖掘那些深藏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底蕴 亲眼见证那些触动心灵 颠覆常理的禽类奇观 第一名 乌骨鸡 鸡中无可争议的至尊天后 以其独特魅力在秦类世界中独领风骚 宛如家秦界中的活生生艺术品 它们的羽毛 柔软且奢华 就像是刚在自然界高端沙龙中精心打理过一般 散发着不凡的气息 源自中国的乌骨鸡 不仅是异国风情的代名词 更是可爱至极 其形态宛若披着蓬松睡衣的小精灵 令人见之难忘 它们的羽毛呈现出一种深邃而引人注目的黑色 这抹黑不仅覆盖羽毛 更渗入骨髓 成就了乌骨鸡独一无二的外貌特征 尽管外表迷人 乌骨鸡却有着令人忍均不禁的一面 它们对孵蛋充满热情 甚至会将石头误认为鸡蛋 安然地坐上去展现出一份傻得可爱的坚持 乌骨鸡却因其独特的魅力 在后院养鸡爱好者中备受青睐 这些爱好者们乐于见证 它们在聪裕的草地上自由奔跑 享受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独特风采 第二名 玫瑰梳子鸡 对于那些好奇玫瑰梳子鸡名由来的朋友 揭秘时刻已至 此名恰如其分 因其头顶那独特的羽毛书状结构 宛如绽放的玫瑰花瓣 美得令你无需猜测 直接揭晓答案 虽然这次五奖竞猜没让你带走奖品 但你赢得了我内心深处的敬意 虽然这听起来似乎并不怎么诱人 玫瑰书鸡 作为全球历史悠久 且极受欢迎的矮角鸡品种之一 在观赏鸡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公鸡在鸡肉或鸡蛋方面表现平平 但凭借其惊艳外表 他们成为了家禽展览会上的璀璨明星 诚然 这些公鸡或许略显活泼好动 但这不正是他们魅力的一部分吗 尽管他们外表不算威猛 却也自有一番不容小觑的气势 玫瑰书鸡在实用功能上或许略逊一筹 但在美化环境方面 他们绝对是佼佼者 当拥有如玫瑰般娇艳的容颜 谁还会去苛求其他实用价值呢 这番言论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但在这个充满惊喜的世界 每天都有新的认知被刷新 玫瑰书鸡的存在 就是对美的纯粹致敬 让人甘愿沉醉在这份无需多言的经验之中 第三名 苏丹基 谁人能抗拒这样一种将优雅与奢华全世的淋漓尽致的鸡种 它们 正是琴界中那一声辉的皇族象征 源自古老而神秘的土耳其 每一支都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佳作 苏丹基 脚踏与是轻盈 头顶羽冠巍峨 胡须飘逸如丝 仿佛每一步都踏着宫廷舞曲的节拍 周身装扮之华美 即便是最为寻常的日子 在它们身上也幻化成了永不落幕的盛宴 这等雍容 是周遭的一切黯然失色 其他机制在它们身旁 似乎都换上了简朴的装扮 它们绝非寻常后院 所能轻易容纳的平凡存在 苏丹基是活生生的 移动的花园装饰 为每一寸领地镶嵌上流光一彩的边框 追溯其历史 这份奢华的装扮 曾是土耳其皇室独享的尊荣 随后跨海岳阳 成为了法国与英国贵族庭院中的璀璨明珠 点缀着旧时代的辉煌篇章 产弹能力或许不是苏丹基的强项 但那涉人心魄的美丽外观 与奥式群基的王者气派 足以让人忘却这一小小的缺憾 因此 若您渴望在自家的小小领地上 引入一种超脱繁俗 别具一格的机种 苏丹基无疑是您应当认真考量的上家之选 第四名 东涛基 以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奥利基群之巅 源自越南的他们 被誉为嘉秦王国里的健美冠军 这一称号背后自有文章 东涛基的双腿粗壮凡 犹如人体健硕的手腕 令人乍看之下 仿佛他们是健身房的常客 而非田野间的普通秦类 东涛基的魅力远不止于健美的外形 其肉质之鲜美更是享于内外 被视为越南饮食文化中的真修 往往仅在重要庆典上才得以品尝 不过 想要成功饲养这些特殊的机种 并非一事 东涛基因其较大的体型 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更为精细的照料 这让他们成为了养鸡领域中 养护难度较高的选择 尽管外表可能稍显威猛 东涛基的性情却异常温和与宁静 这与他们硬朗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使得他们成为每个农场或家庭养殖中 一道温鲜而迷人的风景线 东涛基以他们独有的方式 证明了美丽与实力并存的非凡魅力 第五名 矮角基 一种源自马来西亚的迷你矮角基 提及矮角基 我们通常联想到小型化的基种 而在这一类别中 马来西亚瑟瑞麦基则堪称全球最小 体重往往不超过区区9盎司 令人嘖嘖称奇 追溯其源 马来西亚瑟瑞麦的历史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马来西亚基兰丹州 是日本矮角基 与当地矮角基品种杂交的结晶 在马来西亚本土 他们被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I'm painting 一级美丽的基 而这美誉实至名归 因其小巧玲珑的身姿与精致的外观 无不让人为之倾倒 瑟瑞麦一名 灵感来源于泰国古代国王罗摩的称号 据传是他将首批这种小基引入了马来西亚 为这一品种批上了一层神秘而传奇的面纱 直至1990年 瑟瑞麦基正式获得了品种认证 他们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面对禽流感疫情的严峻考验时 这一品种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但瑟瑞麦基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不仅挺过了难关 还在美国和法国等地焕发新生 成为养殖业中的一抹亮色 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第六名 Onegadori 作为日本基品种的瑰宝 自17世纪起便以其独特魅力傲视群基 它们的最大亮点 莫过于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超长尾语 成就了Onegadori 在日本南部四国岛高枝县起源地的传奇地位 其处仅为日本养鸡爱好者的珍贵藏品 Onegadori在1952年被正式尊崇为日本国宝 这一荣誉深刻体现了它在民族文化中的不朽价值 其尾巴的长度令人瞠目 虽通常维持在约5英尺左右 但极端情况下能延伸至惊人的40英尺 构成这华丽托尾的是12到16根每年增长速度可达3英尺的羽毛 构成了Onegadori独有的视觉盛宴 该品种分为三种官方认可的色彩变种 黑胸白羽 黑胸红羽 以及纯白羽 而据遗传学研究表明 原始的黑胸形是这一系列斑蓝色彩的起点 其余色彩变体则是后续杂交培育的成果 鉴于Onegadori常委的特殊性 它们需要细致入微的照料 包括特质的高价栖息环境 以确保这自然赐予的长裙不受地面污秽之扰 从而保持其优雅与纯净 这些观赏性极高的鸟类 不仅仅是家禽 更是艺术品般的存在 要求饲养者具备高度的责任心与呵护之心 第七名 孔雀杂交机 踏入农舍的那一刻 你即将见证家禽界的奇迹 孔雀杂交机 一个融合艺术与自然的杰作 这非凡创造的背后 是大胆创新的杂交一种技术 巧妙的即孔雀之华美 与机之温顺于一体 这些独特的混血 最大的亮点莫过于 它们那绚烂夺目的尾巴 长雨飘逸 色彩斑斓 犹如孔雀开平 规律非凡 延展树齿 令人叹为观止 孔雀机杂交种的诞生 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巧夺天工 更是一次对狱种复杂度的极限挑战 这让它们极为罕见 充满了神秘色彩 正因如此稀缺 它们成为了众多家禽收藏者 梦寐以求的瑰宝 它们不仅仅是观赏的焦点 更是创意与科学碰撞下的奇妙产物 激发人们对于动物饲养领域 无限可能的想象 孔雀杂交机的存在 自然而然地引发了 关于跨物种繁殖的伦理和技术探讨 使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家禽 成为了农业与畜牧业中 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 第八名 无毛鸡 设想一下 若您遇到一只完全没有羽毛的鸡 这奇特景象或许会让您诧异不已 事实上 无毛鸡 亦被昵称为裸颈鸡 并非虚构之物 它们是约20年前 以色列科学家智慧的结晶 在您脑中勾勒这类生物的形象时 请允许我带您深入了解 其背后的迷人科技 这些无羽鸡是通过精心的基因改良诞生的 拥有超乎寻常的心跳速率 这不仅使它们能有效调节体温 保持凉爽 还意味着它们能耐受更强的饲养强度 迅速成长至更大体型 直接提升了养殖的经济效益 这样的改造并非毫无代价 无毛鸡对高温更为敏感 其心脏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在无毛鸡问世以前 农户须频繁的喂鸡之拔毛 此过程无疑增加了禽类的痛苦 相比之下 无毛鸡品种的诞生 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动物福利问题 尽管其诞生初中仍围绕着经济效益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特别的鸡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额外威胁 其肉质与普通肌肉无异同样鲜美 但有个颇为有趣的副作用 缺少羽毛的雄鸡似乎变得异常羞涩 影响了它们的自然繁殖行为 第九名 大范天机 这一机种承载着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 它们的故事始于中国 随后跨越大洋抵达美国 并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 迅速崛起为肉类生产行业的首选 尽管时至今日 高效新品种的涌现已逐渐掩盖了其昔日辉煌 大范天机仍旧凭借其标志性的特征 在众多机种中稳固了自己的独特地位 Giant Browman之所以脱颖而出 还得益于它在美国获得了完美标准认证的殊荣 认证中涵盖了浅色 深色以及浅黄色三种雨色 每一种都经得起最挑剔眼光的神势 这些鸡不仅雨色非凡 还拥有羽毛装饰的腿部及独特的豌豆观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它们无与伦比的观赏魅力 追溯历史 大范天机在早期有着至少12个不同的名称 这在养鸡界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直至1852年 一场于波士顿召开的加勤评审会议达成共识 正式确定了Bromed这一名称 不禁让人好奇 那些未被采纳的奇特名称背后 又各自蕴含着怎样的故事与考量呢 第十名 奥鲁斯特基 为您的家禽王国引入一抹不可多得的独特风情 奥鲁斯特基绝对是您的优选 这一源于瑞典的珍稀品种 正面临消逝的危机 其身上黑白羽毛交织出的华丽图案 足以让任何鸡群瞬间提升格调 奥鲁斯特基的魅力远 不止其夺目的外观 作为斯堪帝纳维亚的骄傲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坚韧和环境适应力著称 成为家禽爱好者眼中不可或缺的珍贵成员 更为引人入胜的是奥鲁斯特基背后悠久的历史 几个世纪以来 他们深深融入瑞典的文化传统之中 见证了时光的流转 能在斯堪的纳维亚严酷气候中茁壮成长的事实 无疑是对其强韧生存能力的最佳佐证 选择奥鲁斯特基 不仅是为您的养殖品种库天上一份稀缺与特别 更是对保存这一活生生历史遗产的支持 在您的后院 他们将不仅是美味的来源 更是瑞典悠久故事的传递者 让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 展现出别样的饲养乐趣与文化价值 好了 以上就是全球十个颠覆认知的鸡品种全部内容 本期视频中究竟哪个品种的鸡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别忘记长按三秒点赞加关注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